字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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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節目時間 身邊嘉賓這一節繼續有Kenny在 跟大家跟進市況 你好Kenny 你好 吉川良 再跟大家看看港股 過了三點鐘的情況 剛剛見到港股又會再試回中高附近 差一點就碰到五百點的位置 最新升到四百八十一點 暴兩萬二千五百二十五點 成交超過九百五十六億 看完大市最新的情況 Kenny剛剛派了一隻利事股給大家 我知道你還有一隻 不如跟大家說吧 好 沒問題 第二隻利事股其實就是 豪島板塊當中的股份 當中推介的因素 亦可以見到一段時間 即是春節期間 在澳門的入境人數方面 其實錄得一個超過市場預期的情況 其實在春節前夕 澳門當局其實本身都預計 在整個春節的過程當中 每一日平均的入境旅客的人數 大概是四萬多人 結果看回由年初一到年初四 基本上每日的數字都突破了這個目標 包括由第一日五萬人到第二日七萬多 第三日已經九萬多 今年初四就稍微回落到七萬多 但全數來說都超過了市場的預期 當中令到一堆的豪島股 看到在今天的早段 升幅方面的確比較顯著一點 因為始終豪島板塊的一個特點就是 如果當疫情開始慢慢消散的情況之下 往往生意額可以一下子或者一瞬間 就上回一些比較高一點的位置 而現在根據入境人數去判斷的話 亦都反映出內地或者香港居民 其實一個報復性去消費的意欲 相對比較強一點 當然也不排除在春節結束之後 有機會市場是慢慢回歸到一個比較平靜的水平 但如果從這次春節假期當中的數字 所反映出來的情況是說 在今年未來的時間 預計市民繼續出外、旅行 或者去澳門旅遊的人數 預計的復甦力度是不會差的 如果細心從一些細分數據去看的話 無論是內地入境人數 或者是香港入境澳門的人數 在這幾天其實全部都是錄得一個倍數的增加 反映出市道相當比較旺 所以往後相信對豪島庫 是仍然有一個支持作用 當然豪島庫暫時見到那個升幅 是有些少收窄的情況 我相信最主要就是反映著 在年初四見到那個入境人數 雖然仍然是高幹目標 但相比年初三 有一個回落的過程 但我相信往後來看的話 復甦空間仍然存在 當中可能我就會比較喜歡 一些比較大一點的豪島庫 我會看銀行娛樂 銀行娛樂其實在今天早段 也有一個比較顯著的升幅 現在暫時回到對上收市價之下 我自己看在未來的復甦空間 仍然持續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未來的時間 有機會滑滑60元的水平 看到今天 銀行娛都見到亞洲高位之後 要調頭向下 最新有1%跌幅 54.45元 我們都說了很久 大家旅客喜歡去哪裡玩 說了去澳門 但其實看到一些內地 一些旅遊平台統計 說港澳地區 都是內地旅客喜歡去玩的地方 沒錯 我們到底看看 內地旅客期間 來香港和去澳門人次的情況 21日至24日期間 其實見到訪港的內地旅客人次 總計只有5萬多人 與此同時 澳門那邊有13萬多人 其實都想問問Kenny 會否其實都有點失望 對於今次農曆新年假期的表現情況 如果說回本地股 即復甦的時間點 是否又要再拉長一點 其實都是 因為看回這次內地旅客 無論是澳門入境 或者香港入境人數 其實都有增長在 但相對來說 香港這邊的增長幅度 沒有澳門夠明顯 我相信這個最主要是因為 其實現在如果內地旅客來香港 都仍然是有一個核酸陰性的證明 相對在步驟方面 或者時間性方面是麻煩了的 不過我又覺得 投資者又不需要太過心灰而冷 因為見到今天一些本地股 其實那個升幅 其實都未必跟到整個大市的氣氛 但我認為就不需要太過失望 因為如果我相信 當香港未來進一步開放 那個措施情況之下 我相信有機會 可以預判港股市場 有機會跟澳門的復甦程度 那麼刺激 因為始終對於一些 過去來港消費的一些 內地居民來說 他始終那個消費的習慣 或者消費意欲 就不會一時三刻 立即改變到 所以沒錯 雖然那個復甦時間 有機會不是現在最為顯著 但是往後來看的話 我相信這個空間仍然存在 所以說本地的一些股份 或者行業 雖然現在的升幅 就未必好像一些 澳門博彩股那麼強勁 但是往後來說 我相信仍然有一個 不錯的復甦空間 即是可能那個時間點 大家要拉長一點點 對於一些本地相關的股份 沒錯 最新都是版面上幾隻股份 個別發展格局 這次來說 都不感謝Candy 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休息一會 港股肚年首的交易日 來到美市是越升越有 升幅已經擴大到超過400點 剛才看看原來不覺不覺 已經是突破了22500這個阻力位 剛才高位22543點 即是代表升穿了去年7月時候的高位 現在要再掃下去 已經是去到去年2月初的時候 3月初的時候的位置 即是當時以來的高位 再試新高的大市方面 不過當然現在來到3點14分 升幅略為回述 升434點 22482點 方向支付全線有得升 留意了 北水今天是繼續沒有的 明天都沒有 去到下星期一會 跟A股服侍才會一起回來 在沒有北水配合下 成交都活躍 現在都未收市 已經是有捱近1000億 看看收市時可否突破1000億 不如跟大家跟進科技指數 今日科技股普遍做好 科子彈超過3% 部位4734點 金融股今天相當強勢 樓市匯控也見到超過52週新高 看看已經上升到57.9 今天高位剛剛好 碰到58元 52週新高 超過1.7%進漲 其他銀行股普遍做好 渣打、中銀、香港、恆生 全部升超過1% 另外大肆氣氛好 港交數也有1% 還有進漲 渣打 原來看一看 都52週新高 跟大家補充一下 好了 金融股講到這裡 另外一些中資類型的金融股 都做得好 當中好像是國壽 國壽今日都破了52週新高 國際類的金融 保險股好像 保城 半成進漲 雲里3%進漲 有邦都升近2% 又迫回90元這個關口邊 另外平保 都升3% 其實現在這個版塊 大家都是關注著 內地客通關之後 會不會來香港買保險 新業務價值 有得升 這也是近期大行繼續看好 有邦其中一個因素 先看看 年30至年初三期間 內地訪客訪港人次 總計都超過5萬人 另外內地旅客重返香港 這個因素就是 為何刺激到這個版塊做得好 另外可以看看 汽車股今天都相當搶鏡 不知道和Tesla 昨晚在美股出了業績 比市場預期好 當中包括上季的收入 和純利都創了季度新高 帶動到今天造車新勢力的股份 以及電動車新能源的股份 升得相當不錯 最搶鏡的 有小鵬、理想、蔚來 全部超過一成升幅 比壓力都升半成過外 今天升穿了250天線 至於傳統一些的車股 吉里和長城都由得最落後 5%到6%還有升幅 其他價錢就不詳細報了 另外和新春有些關係的版塊 當然要數澳門博彩股 年初四房奧旅客回落到7萬人左右 加上瑞銀說 行業股價已經升幅反映了全面復甦 今天金沙、銀魚、新豪還有永利 跌半成過外 美高媒跌超過4% 新能國際跌幅比較顯著 6%跌幅 當然看了另外的影業股都值得關注 今天都相對移動 好像IMS China還在升6% 內地傳媒引述一些研究 統計說 截至到年初四夜晚 農曆新年的檔期總票房突破50億 都理好這個股價 今天炒過一下 我們這次先跟進去 歡迎收看樓市速遞 我是余琪琪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的重點地產消息 農曆新年期間 治標屋苑的二手成交加快 其中在太古城 從年30萬至到現在 已經錄得5宗的成交 包括啟天閣的中層三房 使用面積是680平方尺 望外圓景 獲得外區的用價以1,308萬乘折 尺價大概是19,200元 原業主2010年以大概645萬馬入 持貨13年賬面賺超過一倍 是一手的豪宅市場 亦都吸引大手匣日市 位於何文田 家道里道 由順致發展的聖George's Mansons 根據成交紀錄冊顯示 第一座中層A和B室 分別以1.1億和欄近9千萬售出 尺價介乎4萬8千至5萬1千 由本地老牌家族買入 兩個單位面積加上欄近4千平方尺 可以打通自製商連單位 這次嘉賓身邊都有劉先生 和大家談談樓市話題 你好 劉先生 你好 劉先生 不如和大家看看樓市的情況 看到剛剛途年開市 不如和大家分析一下 未來的12月 即是途年 寫字樓市放 租金會升定跌 波幅又是怎樣呢 恭喜拜託 途年這12個月 我們看寫字樓的供應真的很多 雖然說開了一關 人數來香港人一定會多了 好消息一定會多了 不過世界上供應真的太多太多 變成我們看如果純粹說今年 我們都是看跌的機會會大升 但幅度就不會太大 可能是5%至10%以內 即是都是窄幅一些 為甚麼呢 因為開關事實上是有好處的 但供應事實上真的比較多 變成會抵衷了那個需求 未必可以滿足到的供應這麼多 即是功大於需的情況 所以令到波幅都比較窄幅些少 既然是這樣 大家都來到兔年 都想拿回上一個兔年 即是2011年那時的兔年 表現做一個參考 不如當時的寫字樓市場表現是怎樣 12年前就是2011年 其實剛剛是經歷過金融海嘯之後 寫字樓需求剛剛開始復甦了 其實那一年是升15%的 其實那一年算是不錯的 那一年 記住那一年的需求 絕對多於那一年的供應 因為那時供應沒有現在這兩年那麼多 所以其實你看回寫字樓的租金 除了講需求之外 也看供應量 既然是這樣 我們看當年金融風暴剛剛完 現在我們都在講復甦 疫情大家都在講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 其實你覺得今年經濟復甦的速度 會不會跟上次都差不多 還是其實都像你所說 都是關注供應的問題 除了供應之後還有一件事就是加息 加息 息率跟12年前都有相當的分別 加息是對大家借貸成本高了 做生意是會審分了 所以我除了供應量 我想加息因素 就算今年加到見頂也好 始終是高息 所以對比12年前 當時是說QE的年代是很大的分別 而且也想多問你一點 樓嬸 近來就近年 因為疫情大家都在講 Rub from Home 或者在辦公室裏面 都用一些流動工作台 Hawk Desk那種認識去運作 其實這一個的 現在社會服上這些模式 會不會有甚麼問題出到來 問題是沒有的 只是公司可能開始已經叫員工 盡量回班了 因為公司希望同事 大家會見面多些 疫情嚴重的時候 當然就避免見面 但疫情當回復穩定的時候 很多公司都希望員工回班 這是跟以前的分別 第二就是如果回到公司之後 其實很多的座位 工作台其實以前想著 可能10個人 只有8個人上班 可能將來就不是 可能會有機會不敷應用 即是如果變回傳統寫字樓 那些格局的人一張桌 可能做無需求都刺激到 這個要一點時間 這個經濟要復甦 但首先就是要再行深一步 即是再坐少些人 我的機會就會低了 香港 我們剛剛都說到 Work from home 再加工作 即是外國似乎 都是一個商業社會的常大之一 香港現在流行的時間 就短一點 其實為什麼分別這麼大呢 我相信是 最主要是香港人住得小 住得近 這兩個都很影響到 為什麼香港 走 from home 是沒有其他國家地方 走得這麼多 當個地方大家住得小 大家可能要爭位上網的時候 他們會寧願回公做 明白 剛剛樓先生也在說 供應方面 其實今年來講 是不是還有很多新的寫字樓 落成呢? 招租的時候競爭很大 他們有沒有說 業主要給什麼offer 給一些租客呢? 其實我們身處中環 其實中環也好幾座大的寫字樓 計算上年都 其實真的預租的樓面不多 其實累積的供應都不少 所以今年的供應量 我相信都會超過500萬呎 計算上年剩下的那些 這事實上會令香港的 社會租金 為什麼會有些保留 就是就算開關 未必消化到200萬呎 都是關注供應比較多的一個問題 今天來講 謝謝劉先生和大家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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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7塊 其實面積很大 位置亦也比較高 拋下去 空股的情況相當明顯 正常我以為一個正常的磚 是這個聲音 鑽芯鑽的聲音很響亮 如果這些磚有鬆脫、爆裂 就會掉下來,有機會傷到人 另一個情況就是… 因為這個位置 將來有機會安裝廚櫃 假設裝修工人沒有檢查時 用鑽鑽鑽時 這些磚的面子很容易爆開鬆脫 他說自從復建居屋之後 驗過最差的單位 有多達70塊空心磚 而這個單位亦有大約30塊 比前一期的居屋退步了 另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同樣可以在廚房找到 在廚房窗頂部的牆身 發現有很大面積的水積 你看到水積基本上是深色的 而且是分散的情況 我擔心它有曾經滲水的跡象 而事實上這幅牆身對出 正正是一個外牆 在牆身最上的位置 正正是上層單位 廚房排水渠的一些喉碼位置 喉碼的作用 就是將外牆的喉管固定在外牆上 但因為喉碼安裝的時候 是進入了牆身 如果是轉裂了牆身 或者裡面轉得太深 有機會導致滲水的現象出現 事實上這個情況 我們擔心有外牆甚至有空間 走出客廳,天花有橫樑位 可以根據這條直線間房 劃分出尋區 而且因為向東 還有向北的長身 分別都有窗 這邊只需要做一面專長 就已經足夠間到兩間房 其中向東的房屬於內圓景 跟其他座數的距離比較近 感覺會比較焗促 向北的房間雖然都受到大廈遮擋 隱約有少量的那海景觀 如果想收看足本的規劃藍圖 請留意今晚九點 財經體育資訊台的日日有樓看 一致財經消息 港交所舉行農曆年開示儀式 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和港交所主席史未倫主持敲落儀式 行政總裁歐冠勝 和港交所其他高級行政人員都有出席 陳茂波表示受通關大動 預計本港今年經濟會比去年好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勝表示 去年本港新股市場經歷艱難的一年 但相信市場已經有復甦的跡象 在幾個星期前前的新股市場 我們看到10股市場 有約100股市場 還在等待會出現 所以我們希望 與新的環境 今假在兔年首个交易日同盘告开 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开市仪式 九九金开市每两部一万八千零八十八港元 比上个交易日收市价高一百九十八元 人民币公斤条第一口成交价报四百二十三点九百元人民币 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表示 对兔年金价前景充满信心 陈国基表示 本港社会和经济逐步重拾动力 香港发展前景凉例 财经消息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 移动追击 和大家谈谈烟草股华保国际 No.336 今天股价显著受压 主席兼控股股东在内地授查 事件有些新的发展 和大家跟进一下 先看看股价 今早股价低开百分之一 之后跌幅扩大 低位见过三个八毫三 曾经要跌一乘四 亦都是两个月低位 最新仍然低位附近 要跌一乘三 去到三个八毫六 成交方面去到三点半钟 成交量一千五百多万股 成交超过五千九百万 这只股份怎样分析呢 这节有梁建文 Mike 起来的 你好Mike 新年快乐 你好 新年快乐 你好 你好 先看看公司主席兼控股股东 事件的最新发展 朱林瑶去年一月涉嫌违法 被内地立安调查 上星期五收市之后 发了份通告 就说现在转去另一个地方 要监视居住 本身是被安院院的公安局 监视居住 现在就取消了 变成重庆市永川区的公安局 就会对他的住所监视居住 公司就说 未有相关调查的长程 业务也维持正常经营 不过看今天的股价反应 就相当之大 朱林瑶自己持股大约七成一 不过如果说回这件事 其实由去年一月开始已经是 即使转个地方监视居住也好 都是转个地方 不是说有什么新的进展 或者新的控罪出来 为什么今天跌这么多呢 原因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都有少少意外 你说通告出来的话 仍然是监视居住 当然有少少可能对股东来说 不是那个预期打不到标 就是说已经前前后后拖拉了一年了 虽然今次都是一个 执法机关的监视居住 地点也都转了 但是对当时人究竟涉及什么案件 或者是牵涉到的金额是多少都还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法 公司可能在那个交代上面都是继续维持住他们的结论 就是说虽然是监视居住 但是公司的日常的营运都是不会受影响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通告回到来 我自己觉得今天那个跌幅 如果你说是跌的都应该是合理的 但是今天市这么强 是可以升到四五百点 但是股份反而是向下跌 甚至乎下周回到来越跌越多 我会觉得出到来的跌幅都是有少少意外 的也细确 还有我想会不会是不明朗性那样东西 令到它跌那么久呢 因为大家你有新通告出 其实又没有说有什么新的进展 纯粹转了地方监视居住 大家可能就觉得 会不会说什么时候结束调查 都没有过迹象 还有看看相关案件的情况 看到朱林瑶在内地有个称号 叫香精女王 因为旗下就有很多香精品牌 查了它整一年了 有内地传媒就引述业内人士说 这件事就可能涉及一些 内地烟草行业反贪腐的问题 华保旗下就有多个香精品牌 主要客户就是 好像云南中烟 上海烟草等等 和你说债公司其实都说过几次 我们业务维持正常 不过又没有什么详情 真的告诉大家 究竟这件事的发展是怎样的 算不算对股价是一个 继时炸弹 始终投资市场最害怕的 就是不明朗性 大家不知道怎样预计 究竟这件事搞到多大 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当然是一定的了 如果你说是通告可以交代得到 涉及那个金牙或者相关的案件的严重性的话 大家可以有所得计 或者预计得到可以判断到公司的前景 当然公司本身在那个行业 也是内地比较一些敏感的行业 生意大跌 或者是公司的那个营运上面 出现一个很重大的危机 但是自从调查了一年 自宣布调查 或者是被监视居住之后 其实过去一年 公司的那个业务上面 我会形容为都是挺稳定的 你看着那个营业额 又不见得到一个很大的倒退 甚至乎有些人是担心 可能是说他和一些国家队的中烟 中烟的相关的企业 可能在订单上面会大幅削减 但是你又说出来的相关新闻 甚至乎广东中烟 都是继续甚至乎加大采购 公司的那个香精的产品 所以回头看回头 我又回到那个结论 都会觉得是挺奇怪 今天那个疫市竟然跌了 超过一成 好 来看回去年一月初 股价在未华真理立案调查之前 股价大约14元左右 主席授查股价之后急跌 之后在3、4元这些水平 去到7月其实是弹过的 弹过去到6元 不过照这样看 就是像你所说的 基本面其实没有特别转差 或者一些大订单取消的情况 不过始终有个不明朗性在后面 难点上回之前的高位 会不会呢 都会的 你说现阶段始终对案件 没有任何的眉目 你或者可能来真的案件的宣判 究竟会不会面对一些巨益的罚款 或者公司那些营业的执照 会不会是被吊销 根本是完全是大家预计不到 当然在现在这个水平很难 难言究竟是博还是不博 但是另一件事我又会觉得值得参考 就是华宝本身其实是A股 都是一些相关的股份华宝A股 始终现在今天就是一个假期因素 可能内地A股是优势 甚至乎北水也是暂停的 所以我会形容 今天这次股价的跌幅 可能大部分都是反映着一些 外资投资者的取态 大家对这一类牵涉到贪腐问题的企业 可能都是被侧骨河为上 但是我又会更加留意 或者更加关心 究竟是北水或者内地投资者 可能他们的消息更加灵敏 或者更加准确 究竟对公司的前景是怎样看的呢 如果我可以留意着公司 未来一个星期的股价 如果在这个低位都见得到北水吸纳的话 我又会觉得短期 当然很难是说上去高位 你说上去6元或者7元的水平 但是中长期只要那个案件 始终都有调查完或者是开審的一天 始终完结了之后 如果一切都是陈了落定的 公司的不确定性是消除的话 我又觉得中长期真的要上去6元7元 又不是说真的不可能的事情 在A股上市的那只相关股份就叫华宝股份 A股现在没事了 北水也都没回来 Mike就觉得可能股额集中了 外资就会集中了在港股那里 好看北水回来 还有A股开完市之后 究竟到时见真章了 看看这宗消息大家怎样反应 你就看长远 其实都可以看定一点 北水会不会低位鸟 业务基本面又怎样看呢 因为见到去年上半年 其实营业额都升的 像你所说的 增长近半成的 不过就大数就 营专规是3亿多人民币 主要因为确定了一项 就是6亿多的商与减值 整体收入各样东西 你怎样评论 无利率的话 其实都见到它是下跌的情况 会不会说持续呢 基本面是否可以长远留意过的股份 我觉得在行业的发展 其中一个比较不确定性 就是来自电子烟的竞争 但是看去年公司的收入 其实虽然主席是被调查 但是收入都可以 面对这么艰难的经营情况 都可以逆施有一个单位数的上升 虽然你说看着公司的盈利 是倒退了 甚至出现一个亏损的情况 暂时我会觉得都是一个短期的因素 都要看回那个案件 最终那个程度落定之后 究竟对公司的经营前景 有什么确实的影响 另一样东西比较好的 就是公司一直以来 现金水平都比较高 还有就是说负债的问题都是非常之低 所以在这方面 又不是那么担心 公司会因为主席被调查 而影响到那个债务的情况 或者是影响到它的资金链 所以最终我相信 公司本身那个近几年那个经营 都是比较稳定的 再加上行业的那个独特性 公司本身那盘生意 都是一些有价值的资产来的 只要那个案件真是陈安落定的话 那我相信股价不会在低潮太流时间 好 明白的 一来业绩是都OK的 麦克觉得不是说真的太差了 好看北水 回来之后会不会挠 还有看这个事件 最后的发展是怎样 好 暂时估计仍然要跌一乘三 三个八头八的位置 麻烦了 是否和我们分析这么多 下一节再和你谈谈一个港股 来到美视即使密博 见着行市在到三点钟之前 升幅一度去到接近五百点 曾经升过四百九十八点 现在继续在日中高位附近 今天科技指数来说 表现不错 看科技指数成分股表现 全数有得升 表现最好 排头位有哪几个 部分有些车股上榜 卫少女都上榜 尤其是卫来理想 两个齐齐今天见了超过一个月高位 几个升幅全部都去到双位数字 最新卫来最新可以升到接近一乘三 理想还有小鹏的两个车股 都可以升到百分之九至十一 还有小米 见着它不止是科技指数成分股 第二好的股份 兼且都是最好的蓝筹股 今天就升出了二百五十天线 最新来说仍然有一成二的进象 留意一下小米汽车的一个初稿设计图外涉 但是见着股价去到现在 继续升 另外上榜还有万国数据 最新都升到一成一 还有哪些行业做得不错 内房物馆股来到美市 升幅有所扩大 见到世贸服务 最新升幅去到超过百分之九 先看到这里 港国下周仍然在日中高位附近 刚才大约三点之前 做过高位二二五四三 最新仍然浪到在二万一千五楼上 进涨四百六十八点 也是升穿了去年四月和六月两个小箱顶 见到大约十个月以来最高了 在没有北水的情况下 成交都过千亿 来到美市成交超过一千一百亿 和大家看看活跃港股的最新造价 腾讯和亚里今天都有破位 今天腾讯见至少半年高 升幅百分之三 上到四百零四个六位置 阿里巴巴升一元 凌赋基金升四毫六 美团升幅百分之二国外 一百七十一个八位置 恒生中国企业跟国子走 升两元零六先 看六到十位 第六位有只比亚迪 今天的车股升幅相当显著 比亚迪升穿条二百五十天线 升紧半成个外 二百三十八个八 平保升百分之四 也见至少一个月高 友邦升百分之二八十九个六毫半 早段股价曾经升穿过九十元 港交所升五个六 小米升一成二 美市升幅扩大了 十三个三毫四的位置 看汇控的情况又怎样 汇控今天保持着都升百分之一个外 五十七个八毫半 数下去中移动也稍为破位 升七毫子 港交所保持着一百分之一的升幅 每期暂时没有起跌 在七个六毫八的位置 这次继续有Mike在 和你跟进一段视频的 你好Mike 你好 你好 港股下午越升越有 其实算不算是没有想过升那么多呢 因为去年四月和六月 两个小箱顶都突破了 十一个月高位了 还可不可以有后竞升下去呢 还是升到那么多 应该差不多回调呢 但是开年那个气势又真是 我以为也认为挺强的 当然农历年那几天的休假 其实外围的市况都是 我会觉得是几里想的 你们也都看着内地的一个 长假经济活动 好像慢慢真的出来了 很多地的酒店啊 或者是一些旅游餐的数据 都是比市场预期得好 所以可能今天回到来 你看着一批重帮股啊 汇空啊 中移动啊 或者是一些传统股啊 油股啊都看到是破了位 甚至乎之前一些热炒的一些 概念股啊 科网股啊 电动车股啊 都是整个板块 我会形容为都升得几急的 所以现阶段都可能用回一些 传统智慧了 可能真是升市莫古顶 我自己觉得以港股这个气势 可能真是可能继续 真是会冲上去了 甚至乎跌一跌二万三都不期了 嗯 好啊 升市莫古顶 好啊 暂时就放着指标先了 有持货点 没有持货又追不追好 其实这些位置追非常之尴尬 摸顶的感觉很害怕的 我会觉得 视乎自己持货的水平高不高 如果真的现金比较多的话 可能稍微拨一些钱 租住一些稳固一点的 或者是重磅一点的蓝筹 始终今次的破位 虽然今天就说是没有北水 大家判断不了 但是也都另一方面说 就算没有北水 成交都可以那么轻易去过一千亿的 还有就是说望着 你看到破位的股份 不是说一两只 说只是单级纳钮 都可能已经超过十只 是破了一年的高位 整个投资气氛 都好像是牛市松林那种气氛 所以我会觉得可以是说 用一些小量的资金去高追了 如果你说真的想忍一忍手的 可能参考图表了 之前都见过几次这个星浪的大市 挨近十天线 可能找到一个支持位 就已经是调整完了 转过头等一两天 有可能已经可以发力再冲了 所以如果你说真是上车的 又不想今天升了五百点高追的话 我会觉得下一个上车的机会 就是让市场调整到十天线 真是怎样十天线 当时就可能是一个理想的上车机会 好 明白 帮家庭观众回答他们的问题 Apps方面 Jacky问中海油 都是近期强势股 今天亦都破顶 她说在11元买了中海油一段时间 如果她说一段时间的话 似乎就不是一两天买 可能很多很久年前买下的 她说什么时候沽比较好 公司刚刚出了一个营起 大家都预期之内 去年因为环球政治 地缘政治的因素 油价急升 中海油的顺利 出来的营起都是大增 刺激到股价是破坏 跟随大市向上 我们会觉得忍一忍手 现在很明显见到一个突破 还是一个好消息去配合 再加上其实见到公司的股价 也不是说真是很贵 PE都是说是十倍左右 不现阶段我会觉得 虽然说十一元差 现在本身那个利润 可能曾经是 叫做说挨了下架了 现在终于上水面了 开始有利润了 我都会建议短线 始终是大市 或者中海油的股价 都是表现得比较强势的 不妨忍一忍 忍到什么时候呢 我会建议忍到可能三月 公司真的出了业绩的报告才去考虑 因为以往中海油近几年都见得到的 当你那个业绩是这么理想的情况之下 其实公司的派息金短很高 甚至乎可能会有一些惊喜 可能我会形容为是特别股息 到时我相信都会再一步进一步 刺激到那个股价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都可以 手一手等一等 暂时都是 刚才你这么说 放一放指标先 什么时候再升多些 可能你说真的忍不住的 升穿12元才再考虑 指不指赞呢 如果不是的话 不妨等公司出来业绩 看看在那个派息上面 会不会再有一个惊喜 可以带动到那个股价再充多一阵 好啊 放着指标先 可能去到12元再看看指不指赞 等下业绩 的确中海油之前都做了派息的承诺 就说派息比率不少于四成 一例大家觉得 股价可能随着油价升 一例又这样 二例又可以收取息等 除了中海油今天升到破坏之外 中石油都还可以 今天坐52周高 最新升幅都3% 近期的油股来说 中石化都坐52周高 最新进账大约是1% 看看恒指再一口价就收定了 看看什么情况 22528点 进涨到483点 高台附近就咬得很紧 成交部北水底下1132亿多 Mike 刚才说的股份有没有拿着呢 没有持有的 多谢你 我们看一看 等会有收视大检讯 恭喜发财, 我是胡曼青 恭喜, 恭祝各位今年个个 吐气阳眉, 大展红套 今年我看过大市 应该会好很多了 因为经历了之前的痛苦 所以投资者应该给多些信心 乐观点, 给多些正能量 还有之前累积跌幅越大的股份 但基本面依然是比较强的 我看中一只, 九九八八阿里巴巴 今年应该是阿里巴巴之年 记得呀